接下来这位选手他是带着怎样的家庭梦想来的呢 他跟奥运又有怎样的不解之缘 先看一段短片 在北京时间19号凌晨举行的奥运会举重男子69公斤级比赛中 中国运动员张国正以347.5公斤的总成绩夺得冠军 这也是中国队自举重开赛以来赢得的第三块金牌 30岁的老将张国正在抓举中成功举起了160公斤 领先第二名韩国的李培勇7.5公斤 在停举第三次试举中张国正腰部受伤没有举起杠铃 在医护人员搀扶下走下了举重台 但他依然凭借抓举成绩夺得了这枚金牌 经过短暂的治疗张国正走上领奖台 让我们掌声欢迎奥运冠军张国正 欢迎你注意讲一下 你好你好你好来拥抱一下拥抱一下 来张国正按照我们的规矩还是要做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是这个现在在国家男子举重队 在担任教练指导工作 现在是副总教练 副总教练 对同时还兼的北京体育大学进校的副校长 今天张国正是带着怎样的家庭梦想 来到看本大集的跟我们说 我想把这个家庭梦想把这个献给云南 这个贫困山区的这孩子们 能够让他们享受一些体育 带给他们的这种健康和快乐 那我们就祝您梦想抗争 好谢谢 实现家庭梦想 来一起开门大集 加油 不知道您其实有没有时间看电视啊 不知道您对我们的节目规则有多少了解 刚刚我下面在后边我在闺女五岁多的宝贝 他告诉我了 他说有巴扇门 我说真的呀 他比你还清楚 他比我还清楚 对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加油 加油 请按下门铃 绝对张国正绝对比奥运赛场还紧张 可不是吗 这不是他的本行 对 都是陈仔的梦想呢 这个太简单了 听出来了 对 这个太简单了 当生活第一次点了是希望在跟随 是吧 对吗 超越梦想 居然还能唱歌 跟我 我原来卖爸 我以为你五云不全 真的 卖爸卖爸 真的 这个 我记得这首歌是汪正正唱的 原来还跟汪正正一起合作过这首歌 更名就叫超越梦想 对 那我就开了 这是您的第一扇门 让我们期待 开 门 门 大 紧 没错 成了 一起来听超越梦想 好 这首歌是希望在跟随 要不要再跟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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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等着电影不再又就是希望在体会 你我需要真心面对 让生命回味这一刻 让岁月铭记这一回 朝天梦想一起飞 你我需要真心面对 让生命回味这一刻 让岁月铭记这一回 朝天梦想一起飞 你我需要真心面对 让生命回味这一刻 让岁月铭记这一回 我可插不插去了 你们俩真当这是KTV啊 我看汪正的一出来的时候 这个郭成大哥特别激动的 就跑过去跟他一起唱 从他们的眼神交流里 能感觉到那种惺惺相惜 今天呢我就先祝愿我们 国正超越梦想 一定成功 对 好吧 加油 加油啊 大致我们的中国经常 超越梦想 一定 好 对 好 谢谢郑成哥 加油 恭喜您 家庭梦想今天收获了一千元 好 成功 加油 张国正呢 他其实了解的他的朋友都知道 他有点大气晚成 据我所知27岁才进国家队 对对 30岁 拿到奥运冠军的时候是30岁了 30岁 其实我也想少年得志 是吧 我也想少年得志 但是没有办法 但是我们坚持到了最后 所以说才叫大气往前 好饭不怕晚 这也是要跟所有 很多年轻的朋友们 想要追求梦想 但是郁郁寡欢 郁郁不得志的人说 只要你坚持 只要你执着 一切皆有可能 一切皆有可能 对 好嘞 第二扇门也有可能哦 请按响门铃 加油 你笑成那样 这歌词都告诉我了 这歌也太难了吧 朋友们 就是你这歌都考 我的奥运选手 你说考我这 这歌我一听就听出来了 什么 这个是当时08年奥运会 为了这个做宣传 就是唱了叫北京欢迎你 确定吗 确定吗 北京欢迎你 不会错 这还用确定吗 就是 这还需要确定吗 北京欢迎你 这是第二扇门 两千元 到底对不对 让我们期待 开门大纪 没错 当然没问题了 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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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让我们都加油去超越自己 北京欢迎你 有梦想谁都了不起 有勇气就会有迫近 北京欢迎你 有梦想谁都了不起 有勇气就会有迫近 为大家介绍一下黄腾林 梁硕 孙丹 佛亚组合 王江泰 王嘉义 李海亮和唐淼是我们的新朋友 掌声送给他们 谢谢 谢谢各位的精彩演唱 谢谢 恭喜你 《家庭梦想基金》 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 我特别想问一下 卓云大哥 您的举重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怎么会走上这条路 当时我很小 才11岁 我就是那时候就是很调皮 然后都精力无限 我记得我爸妈呢 然后我哥啊 他们就商量就说 让他找个东西 发泄一下 发泄一下 对 然后练一练这个举作 对 把多余的精力飞滑出去 所以其实您一直在说 在坚持 在执着 付出了很多的勇气 是什么样的力量让您在坚持 为什么会坚持 我感觉可能不同时期的话 他的坚持应该是不一样的 在少年的时候 就是更多的可能是 得到了校长啊 老师的这种认可 然后到了青年的时候的话 我认为就是一种激情飞扬 一种冲杀在战场上 那种豪情 那种壮志 在这种激励着你 等到到了你成年的时候 我就感觉 真的 打奥运会的时候 我才体会到 什么叫爱国 然后呢 真正把它当成 当成一个事业在做 几个阶段 它其实也是您的成长 这也是国正大哥 从男孩到男人的一个转变 再次热烈的掌声 送给张国正 我们接下来 把所有的激情和梦想 转化为按门铃的动力 第三扇门 请按响 满顶 加油 是不是越来越难了 是不是越来越难了 我现在明白了 你们注意一下张国正的表情 他只要有一点坏笑 对吧 那种很独特的坏笑 你怎么叫坏笑啊 你笑一下 你笑 你刚刚模仿 你按门铃听出来的笑 来 一二三笑 就差不多就是这样 听出来了 听出来了 唱一下 我们不要听歌名 我们要听歌词 预备 起 阳光总在风雨后 曾经有彩虹 珍惜所有的感动 对吧 冒词了 太了解我了 歌名叫做 阳光总在风雨后 对不对 来吧 借我你们的双手 让我们期待开门大机 没错 疼了 一起来听听歌 阳光总在风雨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人生路上天空和稀有 愿与你分担所有 难免曾经跌倒和等候 要勇敢的抬头 谁愿藏落在避风的港口 音乐 宇有波涛汹涌涌的自由 愿是你心中灯塔的守候 在迷雾中让你看透 阳光总在风雨后 轻向心有彩虹 风风雨雨都接受 我一直会在你的左右 让我们用掌声欢迎西单女孩 谢谢 谢谢西单女孩 恭喜张国正家庭梦想基金 已经积累到了三千元 举重运动员必须得心中常常有阳光 因为平时训练太艰苦太艰苦 特别故障 每天要举起 差不多要七吨到八吨的重量 什么 每一个举重运动员 对每天举起七吨到八吨 就累积要七八吨的重量 那能受得了吗 当然了他们是专业的运动员 那我们能受得了吗 不是所有人都像我这样 有这个天生的资质 我跟你说你随便给我上个杠铃 我给你说玩饭我跟你说 有吗 我去开个玩笑 不用那么认真大哥 不用这么认真 我先给你来个错的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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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算贵举 这是我们举重界一个新的举法 这是跪着举 这种成绩呢 一般是 犯规了 喂 你们谁谁谁谁来给我举一下 谁请 谁请 你谁能举起来我我扶谁 我就把开门大集的主持任务交给他 谁跟你是 小朋友 别 别 别不自量力啊 你这样对身体不好 你现在还在掌声 你 你能举 你少来 这个你能举 举 举一个 好丢脸啊 我跟你说你能举起他 我能举起你 谢谢宝贝 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 给他一个金牌啊 您您说说您跟杠银之间是什么样的一种感情 怎么讲呢 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看到他 这个又爱又恨 又爱又恨 爱在什么 那我的所有的这个 荣耀 根 我的根 我的所有的荣耀 所有的一切 然后我所有的时间 我的心血 跟他打交道是最多了 他已经成为我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恨在哪里 恨啊 那恨他的时候 我就恨他起不来啊 对 他太重啊 他有时候地心引力也太强啊 所以说的话 其实 爱更多了 对 爱更多 有爱 有恨 这是一生的情节 一生难以割舍的一个情节 接下来呢 是您的第四扇门5000元 请爱讲门铃 加油 来来来 我们一起聆听 最好这首歌难一点 我们想看看他那种哀怨的表情 前辈都是白颂 对 又坏笑的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他又要答对了 不不不 我还记得是刘德华唱的 什么 谢谢 谢谢 谢谢你的爱 谢谢你 谢谢你的爱 不客气 谢谢你的爱 还说是刘德华的 到底对不对 来 让我们期待 开门大 大 进 没错 谢谢你的一起来听 谢谢你 我喜欢的多 却又害怕两个人相处 这分明是一种痛苦 在人多时候最沉默 笑容也寂寞 在万丈红尘中 找个人爱我 当我避开你的柔情后 泪开始坠落 是不敢不想不应该 再谢谢你的爱 我不得不存在 在你的未来 最怕这样就会带给你 永远的伤害 谢谢叫唤华作 我们带来的谢谢你的爱 张国正 国正大哥 您的家庭梦想 现在已经积累到了5000元 对于举重运动员来说 受伤的真的是家常便饭 每一个运动员都是 说实话不管是身体上 还是可能心灵上 常常都是伤很累累的 对不对 你看像我练了24年举重 从上到下 我感觉可能找不到地方 就算没伤的了 全身上下都受伤 对脖子受过伤 肩 走 手腕 然后腰背 七关节 怀关节 大腿外侧 来导演拿点 拿个担架回来 不是你这说的 我觉得你还能站在这 我觉得挺不容易的 我现在退以后也是 有时候下去一个弯腰 咔 这腰就拖出来了 现在当时我有经验了 半头一到的快快掉快掉了 我给它咔给它归归归归 陣过去 一眉眉的奖牌背后 是一次次的努力 更多的是一道道的伤痕 掌声送给我们所有的运动员 谢谢你们 我知道对于张国正 国正大哥来说 还有一位医生 那简直就是神医 绝对是神医 那偏方药道并除 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药 我们看一段视频 说到张不正那句清甜的表白 想必很多人都会记忆犹新 喂 老婆 高兴不高兴啊 老婆 我爱死你了 拜拜 拜拜 腰没事了 我想到老婆我就好了发神了 这么来的 我怎么那么想流眼泪呢 太可爱了 真的是通完那电话之后 你腰就好了八成了 真的忘记了 就是暂时觉得这种忘却 我其实原来在大学期间 她是学霸 然后条件又比我好 个又比我高 我那时候啥成绩也没有 就一个穷小子知道吗 就一穷二白的啥也没有 非常难的时候 都是她在支撑着我 帮助我 今天我们其实挺期待 你爱死的那个人有没有来 她因为有一些工作上的事情 没有来 对 我们来连线第二现场见见亲友团好不好 好 来 团长关联 嗨 小妮 你好 大家好 国正哥 你好 好 关联好 你好 又见面了 在我身边就是国正哥的宝贝女儿果果 哦 你好 我来跟爸爸打招呼 哎 抱着果果那呢是 舅舅 哎 对 我的三舅哥 是果果的舅舅 对 爸爸加油 好 来 掌声送给亲友团 很谢谢 谢谢你的鼓励 好的 接下来呢是你的第几扇门了 第五扇了吧 走走看 看看第五扇能不能打开好不好 第五扇 来 请按响门铃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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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松手的意思是听出来了吗 哇 听出来了 真的 就是我 我记得这首歌好像广场舞老幻啊 老大妈老跳舞 你跳舞怎么样 不行 歌名知道吗 知道 什么 独一无二 对吗 独一无二 独一无二 确定吗 确定 确定我就开了 这是一万元的家里梦想基金 错了 之前的钱全都没有了 想好了 犹豫了 咋被打蒙了呢 我记得是独一无二吧 是吧 是 相信他们没错 擦擦汗 别出汗了 别紧张 独一无二到底对不对 让我们期待开门大吉 没错 没错 你慢点我看你没事吧 谢谢大家 身手中只有把握 时间紧握 那份爱学生火热 你可又做出生子空前缺后 明知道就别错过 他或他没有倘若 随时交换角色 就当作折迫 你就很独特 如何 如何让爱决定你够不够资格 如何 我却对你独一无二 如何 让爱证明我们 尽头一合 就凭 我却对是独一无二 呃 对 dá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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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请凭 给我们带来的 独一无二 恭喜你 家庭梦想 迈情已经积累到了 一万元 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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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很多观众都很好奇 为什么有减重这回事 不是体重越大越好吗 等于说的话就是说 你打哪个级别 你就不能超过这个公斤数 就像当年的话 我打69的时候 我当时体重有点重 不好意思说76点几 76点几的话 等于说我要降到69 不能超过69 就得降7公斤多 减重很痛苦啊 对减重很痛苦 我04年奥运会的时候 我当时饿了好几天了 饿得都实在不行了 人就很难受 嘴巴一点感觉没有了 人就摟下去了 瘦了然后拿了两个提子 这么大 然后就这一个提子 放在嘴巴里就嚼吧嚼吧 嚼一点汁出来 然后嚼完汁以后 然后也不敢吃进去 又顺着就吐下去了 就尝尝 对 当时好惨啊 我就感觉 我就感觉 当时我就眼泪哗就掉下来 我就想 我说我爸我妈 我妻子看到这样怎么弄啊 但是呢 不论有多苦多难 你们还是会执着向前 对 但是平时 我今天特别想让国正大哥 跟我们多聊一聊这些事 因为平时他们肯定是 把所有的伤痛都咽到肚子里 没有办法去表达 没有办法去诉说 连自己最亲的家人 他们也会因为怕担心 对 不会去讲 对 现在是一万 继续前进是一万五 一万五 开是不是 开 好 请按响门铃 加油 好 好 期待已久的时刻终于到了 大 大哥 没听出来了吗 听得到挺熟 但想不起名字 那你赶紧的趁自己还记得旋律 哼一哼 我就想看他现在样子 不要提醒他好不好 想想 哼一下你哼一哼 就挺熟的 别提醒 其实你刚才哼的旋律一直都是对的 我求助一下轻火团呗 好 连线第二现场 求助 郭正哥 你说要求助以后 我们现场乱成了一团 大家这个 扎嘴的扎嘴 叹气的叹气 目前形势不容乐观 我想起来了 不要他们了 不需要了 你不需要 不需要他们了 是不是我这一当当就想起来了 没有这样的 我不需要了 我想起来了 不是不是 我们这没有推 我刚唱那首歌想起来了 郭正大哥 我们这不能退货的 不不不 你买了不能退的 你都连着我们 我啥来了 那你也算用 那你也算 啊 我 你是谁 我是一只鱼好像 你是一只鱼 对 是不是 是不是我是一只鱼啊 是是是 你是一只鱼 你是一只鱼 我们都知道你是一只鱼 别闹 行吗 好 谢谢亲友 好 这是郭正大哥 求助完了 我想起来了 然后突然想起来了 说退货 不要求助了 那我 那反正不管 反正你已经求助了 就算用了 我是一只鱼 嗯对吧 对我是一只鱼是吧 是吧 我一直在哼 我是一只鱼 你是一只鱼 哈哈哈 确定吗 确定 这是第六 咱们一万五千元的家庭梦想 今天最后还是靠自己想起来了 我是一只鱼 到底对不对 让我们期待 开门大 接 没错 哇 哈 啊 哈哈 哈 阿 可不可以不想你 我需要振作一下 七八九月的天气 想我和你需要下一场雨 需要你 我是一只雨 水里的空气 是你小心眼和坏脾气 没有你 想离开水的雨 快要活不下去 不能在一起 又来又去 谢谢 谢谢黄成林 恭喜你 张国正 您的家庭梦想基金 现在已经积累到了 一万五千元 好像真的是拿冠军的那种时刻 荣耀嘉宣 太危险了 稍微有点悬 有点悬 好 国正大哥 您现在收获了 一万五千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还要不要继续向前走 不抽了 不抽了 真的 我感觉这已经太难了 接下来是两万 不来了 然后是三万 说好了 六六大顺 见好就收 能不能预测一下 这次举重队能拿下几块奖牌 这次举重队的话 女子可以派四个 男子呢 八个级别 只能派六个 十个人十全十美 哎呀 太好了 当然我也是这么想的 反正我们不嫌多 越多越好 所以国正大哥刚才说了 他为了能够六六大顺 能够有这样一个好兆头 对 而且呢 咱们确实是 走到这一关也差不多了 是 我感觉会不会太难了 所以你要决定建好就收是不是 对 建好就收 那我们就收吧 恭喜张国正 国正大哥收获了 一万五千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要特别感谢 有买好算超划算的 六桂胡珠宝 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 家庭梦想基金 谢谢 谢谢 谢谢国正大哥 加油 加油 我们期待的好消息 谢谢小年 好消息